在一个安静舒服的空间 可以坐在栋或地上 准备好的时候就可以慢慢闭上眼睛 深深地吸一口气 然后慢慢用嘴巴呼出来 重复几次 现在可以翻回正常的呼吸 觉察一下呼吸为身体带来的感觉 你可能感觉到胸口或者腹部随着呼吸 有一起一伏 可能你会感觉到空气进出鼻子 或者整个身体 细心留意一下这些感觉 要注意你的感觉 感觉到胸口 眼睛仍然闭上 邀请你细心聆听周围的声音 自然的声音 人造的声音 我们都折腾它的存在 你听到最近的声音是什么 最远的声音又是什么 声音和声音之间 会不会有交流呢 这个练习即将完结 一会儿你会听到钟声 准备好的时候就可以打开眼睛 这次我们的灵感来自一种名为铁线缺的缺类植物 请大家拿出上次未完成的纸砖 选择另一个空间 我们可以开始练买图样 首先可以搞选一个角落开始 在角落生长出一条线 线开始分叉 生长出两条短短的线 然后在末端画上一把线的形状 我们可以在它的外框和内框 都加上小弧线 就像波浪一样 然后回到中间点 画出放射性的线条 重复按在每一块线纸上进行 重复按在每一块线上进行 然后我们可以在叶的边缘继续延伸线条 让植物可以继续生长 我们可以随着自己的喜好 决定叶子的大小和多少 蝎妖继续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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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 輕易就可以了 我們可以隨時轉動紙磚 用一個順手的角度繼續畫 用你的一敷一吸 連接你的一筆一畫 我們可以在這個空間繼續繪畫 或者你覺得足夠了 就可以停下來 可以拿起紙磚 用一隻手臂的距離欣賞畫作 最後我想邀請你反轉紙磚 在一個喜歡的角落寫下一個字詞 代表你現在的感覺 我知道 解釋 製作師